大家好,我是豬鼻子 我在上一期的影片中有提到 動畫在第二集末尾增加了一段原創劇情 讓翔珍提前登場了 因此在分享這部作品的主線劇情之前 我決定先跟各位聊聊 惟願來世不相識中的女主 燃井吉乃和男二鳥尾翔珍是如何相遇的 吉乃和翔珍兩人相遇的故事 出自於小溪明日祥老師的出道作品 Futariwa Teihen Teihen這個詞在日語中是帶有貶義的 形容低收入、美品、知識不足等位於社會階層底部的人 由於這則短片目前只有在日本發行 所以接下來提及作品名稱時 我會暫時以位於底層的兩人來稱呼 可能翻譯的不是很準確 還請各位多多包涵 位於底層的兩人這則短片漫畫 是小溪明日祥老師於2015年時發表的作品 《韓刊頭共計43頁》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是個怎樣的故事吧 有一天 吉乃在學校邊走邊背英文單字 當他背到Drag這個單字時 碰巧和三名正在談論非法藥物的不良少年們擦肩而過 他們並沒有理會吉乃 吉乃卻停下腳步回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位男同學 這個黑髮的男同學名叫鳥尾祥真 是三年級的學生 傳聞他有在西石為禁品 也經常進出家庭裁判所 吉乃曾聽過這些傳聞 因此才會停下來多看他一眼 補充說明家庭裁判所是日本的司法機關 負責家庭周分事件的裁判與調停 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審判 那天夜裡因為口渴而起床下樓找水喝的吉乃 突然被一樓傳來的巨大動靜給嚇了一跳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吉乃偷偷地站到門邊探頭望向客廳內 原來是族裡的人抓到一位嗑藥的未成年男子 正當吉乃覺得那名男子有些面熟時 男子突然扭頭惡狠狠地瞪著吉乃 吉乃被嚇得不敢再多看一眼 連滾帶爬地上樓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隔天吉乃一如往常地在享用著早餐時 爺爺突然頂著一張受傷的臉出現在他面前 吉乃的爺爺名叫燃錦蓮二 是關西最大指定暴力團第四代同股組直系燃錦組的組長 吉乃詢問爺爺臉上的傷勢是怎麼來的 爺爺笑著向吉乃表示 昨天晚上他和族裡的人一起去喝酒 然後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用酒瓶打了一下 已經去醫院給醫生看過了 只是擦傷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 爺爺說道接著吉乃又問爺爺是被誰打的呢 沒想到爺爺卻表示打傷自己的那傢伙就在他們家裡 吉乃聽得一頭霧水 這時組裡的其中一名成員 突然將打傷蓮二的那傢伙帶了過來 這名組員叫布袋族人 因為吉乃的親生父親在他出生前就死了 從小就是布袋在照顧著吉乃 所以吉乃和布袋的關係十分親近 蓮二一邊叫那傢伙坐下 一邊跟吉乃解釋那傢伙的來歷 蓮二向吉乃表示 那傢伙的父親似乎在西城區販毒為生 他一直以為我是那些要頭的老大 昨天偶然在街上相遇後 他似乎就想在殺了他的人渣父親的同時 順便也把我給宰了 明明都被組裡的那些人揍得不成人樣了 還是憑著毅力用酒瓶給了我一集 爺爺還稱讚那傢伙是個很有骨氣的人 吉乃一邊聽著爺爺的說明一邊端詳著那傢伙的臉 這時他才終於發現 那傢伙就是跟自己同校的三年級學長 還沒等吉乃多說些什麼 爺爺就自顧自的向吉乃介紹道 名字是鳥尾祥真 年紀是15歲 國三 比吉乃你大兩歲 然後爺爺又向吉乃表示 之所以將祥真帶回家 是因為他打算收養祥真 接著詢問吉乃是否同意讓祥真住進家裡 事實上由於祥真是未成年 所以昨天蓮二將祥真帶回家之前 其實就已經打電話聯絡過祥真的父親了 祥真的父親則表示 只要肯給錢 要對祥真做什麼都行 起初吉乃以為爺爺是打算讓祥真成為組員 爺爺卻否認了 還表示祥真不用成為黑道也沒關係 他會用普通的方式養育祥真 向吉乃說明情況後 蓮二便詢問祥真願不願意住進來 還表示自己已經跟祥真的父親談過了 祥真你想怎麼做 面對蓮二的提問 祥真只是淡淡的回應道 怎樣都行 祥真的這個反應讓吉乃感到很困惑 彷彿這一切都和他無關似的 下課時吉乃一個人站在窗邊 思考著早上的事情 因此偶然聽見女生們在談論祥真 吉乃從她們的談話中得知 祥真和附近女校裡的多位女同學都發生過關係 不過吉乃並沒有放在心上 因為經常從她們口中聽到一些亂七八糟的謠言 所以她覺得這些女生們說的話沒什麼真實性 半真半假 聽聽就好 接著那些女生們又聊到祥真進到燃金祖的八卦 其中一名女同學還提到 燃金祖的女兒也就讀於這所學校 為人似乎很溫順 但總是自己一個人沒有朋友的樣子 她們還感嘆 要是祥真加入黑道 朋友也會變少吧 真是太可憐了 吉乃心裡明白 同學們都對自己的家庭背景感到畏懼 也因此她在學校從來交不到朋友 但她並不認為自己很可憐 反而覺得這些女生太多管閒事了 放學後當吉乃回到家時 祥真正準備離開 祥真看見吉乃後直接選擇無事 但吉乃並不介意 反倒還鼓起勇氣叫住了祥真 請問 那個鳥尾先生學長 只有晚餐也好 要不要吃完再走呢 甚至還向祥真表示 現在立刻做一人份的晚餐給她也可以 面對吉乃的關心 祥真面不改色的回應 煩死了 然後便關上燃金家的大門 離開了 祥真的回應讓吉乃感到非常火大 不過當她向布袋抱怨此事時 布袋卻拿出了一碟資料向吉乃表示 她不是想幫祥真說話 只是她認為祥真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並不是她自己造成的 她的母親在她8歲時過世了 後來又換了三次監護人 雖然最後被她的人渣父親接回家了 卻沒有受到多好的待遇 畢竟她父親接她回去的理由 只是因為能從親戚那邊收到養育費 聽完布袋的這番話後 吉乃詢問布袋 如果祥真在他們家也沒辦法好好的待下去 會變成怎麼樣呢? 布袋則表示祥真本身也是個人渣 酬炎喝酒跟嗑藥樣樣都來 面對這種小鬼沒幾個大人有勇氣跟他相處 但若是在他們族裡就沒這個問題了 因為族裡多的是比他更忍渣的人 聽完布袋的解釋後 吉乃更加不安地詢問道 我們有辦法跟那個人好好相處嗎? 對此布袋則表示不是能不能好好相處 而是只能好好相處了才對 黑道這個世界就像是底層的人最後會抵達的地方 底層的人都不能接納底層的人 該怎麼辦? 祥真離開燃錦家後 又跑到街上和不良朋友們聚在一起 不過當不良朋友狂妄地表示 要是自己認真起來 那些黑道的人全部都會死之後 祥真便起身離開了 與此同時 吉乃正準備偷偷地拿碗餐食剩下的料理去找祥真 他看了看布袋提供的那疊資料 心想走路過去只要15分鐘左右 然後便出發了 祥真離開那群不良朋友們準備回家休息時 卻在住家附近遇上了父親 祥真本來想無視父親 但他的父親卻死纏爛打 甚至要求祥真去跟燃錦族長要錢 我父親說只有昨天的那些錢是不夠的 你就像這樣跟族長說一聲就行了 祥真的父親笑著說道 這下子祥真再也忍不住了 他立刻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小刀 然後激動地向父親表示 只要一想到兩人有血緣關係就想吐 而且至今一直都在想著 什麼時候才能把父親殺了 祥真的父親被祥真的這個舉動 嚇得退後了好幾步 他害怕地對祥真說 你要是殺了我的話 會因此毀掉你的人生哦 這句話讓祥真更加憤怒了 他對著父親怒吼 我是有什麼正常的人生可言嗎 把你殺了之後我也會去死 就在祥真準備回到次相父親時 原先躲在一旁偷聽兩人對話的吉乃 突然衝出來叫住了祥真 眼看祥真停下動作後 吉乃快步走向兩人 然後按住了祥真 拿著刀子的那隻手 勸他不要這麼做 當祥真的父親得知眼前這位女人 是燃錦族長的家人後 還責怪吉乃都是他們黑道 給祥真灌輸了什麼 才導致祥真變得不正常了 聽見父親再次貶低燃錦一家 祥真氣得都冒青筋了 但吉乃仍按著祥真的手 不讓他行動 吉乃跟祥真表示 像他父親這種人用不著他來動手 總有一天也會被其他人做掉的 祥真怒不可惡地反駁吉乃 可是我不管等了多久 也沒等到誰來殺掉這傢伙啊 吉乃冷靜地回應道 我知道了 我現在就動手 還沒等祥真反應過來 吉乃便取走了祥真手中的小刀 然後對祥真說 你現在15歲了吧 我還只有13歲 未滿14歲是不用負刑事責任的 頂多就是進少年院吧 並表示殺了祥真父親這種人 他也不會兩心不安 聽見吉乃決定幫祥真殺了自己後 祥真的父親又拼命地對祥真喊道 我可是你的父親哦 吉乃因此生氣地反駁 有哪個父親會跟自己孩子要錢的 你不要太超過了 接著吉乃突然轉過頭跟祥真確認 他是不是真的覺得待在燃錦組這件事怎樣都行 眼看祥真微微地點了點頭 吉乃便對祥真說 那我決定了 從今天起你就是燃錦蓮二的兒子 這個廢物從現在這個瞬間開始 就不再是你的父親了 你沒意見吧 回答呢 面對如此強勢的吉乃 祥真一時之間驚訝地說不出話 愣了一下之後才表示沒意見 取得祥真的同意後 吉乃又轉過身向祥真的父親表示 現在給他兩條路 1.在這裡被他割喉 然後消失在這個世上 2.承諾往後這輩子都不會出現在祥真眼前 祥真的父親對吉乃說了一句 你腦子有問題吧 然後就倉皇地逃跑了 突然被人罵 吉乃覺得有些生氣 不過沒能真的殺掉祥真的父親 還讓他逃跑了 讓吉乃有些過意不去 於是當他把小刀還給祥真時 還小心翼翼地跟祥真表示 要是下次他又來找祥真 他一定會幫忙解決掉他 要不然我現在去追他也可以 祥真則回應 夠了 不用了 說完他便將頭靠向了吉乃的肩膀 吉乃這才發現祥真正在發著高燒 從那天起祥真便住進了燃景家 在吉乃等人的照料之下 祥真每天都吃得很飽 有時候明明快遲到了 也堅持要吃完吉乃準備的早餐再出門 吉乃會直接稱呼祥真的名字 祥真則稱呼她為吉乃小姐 兩人雖然經常鬥賊 但其實相處得很愉快 在學校裡也經常待在一起 根據《唯遠來世不相識》漫畫第八話中 誤導翻閱的那份關於鳥尾祥真的個人資訊 我推測這則短片故事的劇情應該是發生於祥真國中畢業前 也就是第三學期時 在日本第三學期的授課時間通常是1月中至3月中 換言之祥真住進燃景家後和吉乃共處的國中校園生活時光 其實並沒有多久 只不過他們兩人的相處模式沒什麼距離感 就像認識多年的青梅竹馬 也因此總讓我有一種祥真好像陪伴了吉乃很多年的感覺 所以實際上還是悟到更早認識吉乃 雖然只是單方面的認識啦 以上就是小西明日響老師的出道作 位於底層的兩人古時分享 感謝各位的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 感谢观看